如果按照目前的剧本下去 西方国家明确不下场和毛熊肉搏 只是发动远程魔法攻击 而演员也依然坚挺且无法被追踪定位 通过军事手段抹去的话 毛熊国内在经济制裁的阴影下晦气内乱 普帝在铁腕也是这个年纪了 英雄迟暮 强人政治的特点就是强人离场 满地狼藉 目前的局面不是演员下去 就是普帝下台 随便说说 如果毛熊陷入困境 兔子一方面会受到制裁魔法的AOE攻击 另一方面要提防毛熊被刺 毛熊被刺是献上同名状 普京之后再无普京 俄罗斯要想在得罪了一票人之后 在后普京时代活下去 就要加入一个强大的经济军事体系 与其被傀儡政府分割出卖 不如在自认上主动加入获得利益最大化 历史上俄罗斯和欧洲的渊源不浅 和我们的故事几乎都是战争 事实上我们和毛熊从来不是一路人 除非我国抛弃现有的外交策略 介入俄罗斯选举 推选扶持清华势力上台 否则这样一投西伯利亚熊 倒向老朋友的可能性极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